字幕提供 今天要來分享的破關心得 是熱血高效 躲避球 這是一款早期的街機移植到任天堂紅白機的超棒作品 喔對了 在這邊先補充一下 現在這款遊戲在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務之下 就可以直接取得 只要進到懷舊遊戲裡面 就可以找到熱血高效 躲避球這一款遊戲喔 好 繼續接回剛才的話題 之所以會稱它為超棒的作品 絕對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款熱血高效 躲避球 不管是單人破關 雙人對戰 多人混戰 都是小時候的美好回憶 遊戲中多樣化的魔球系統更讓人愛不釋手 這個再等一下會再來多聊一下 那麼依照這三個模式的闖關時間 單人模式大約在15-20分鐘可以完成 在單人模式之下呢 基本上就是要帶領著熱血高效出國比賽 說真的 小時候在玩這款遊戲 根本分不太出來他們到底跑到哪個國家去比賽 甚至不覺得他們是出國四處去比賽 場景中給我們的感覺呢 就是有兵會滑 有泥土很難跑 僅此而已 真的 僅此而已 我想當初就是因為這樣簡單純粹才容易體驗到更多生活的美好吧 欸 好像又扯遠了 遊戲中的單人闖關模式呢 一共有八加一關 一路會從日本打到美國 中間會碰到的國家隊伍還有 英國 印度 冰島 中國 蘇聯 非洲 這幾個國家 每一關的難度基本上都不會很高 但是會帶上一點點的特色 像是第二關的角色呢 血格雖然很長 但是防禦力特別的低落 隨便一顆魔球就可以打掉他們一大條的血格 那種爽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第三關呢 就恰恰相反 血格很短 但防禦很高 加上第一血格很容易讓角色在旁邊喘氣 所以呢 這一關通常也會花上不少的時間來去進行它 每一關呢 基本上就算只活下一個角色 只剩下一格的血格 能夠將對方的三個角色K出場 就能取得勝利 晉級到下一場的比賽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第八關美國隊的部分呢 剛才有提到這款熱血高效躲避球 單人闖關總共有8加1的關卡 取得加一關的條件 就是在這一場美國隊的比賽當中 我們的角色要保持沒有出局的狀態 過關之後呢 才會晉級出隱藏的關卡 影子關 而這個影子關的角色 場內跟場外的配置 會跟我們的隊伍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直接複製過去 唯一的差別呢 就是 角色的色彩會變成黑白的色階 我想呢 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被稱為影子關吧 打完這一關之後呢 就會迎接破關畫面 這次呢 大家看到的這個畫面 我的破關時間是22分半 其實算是遜色的成績啦 一般來說呢 魔球丟得好 應該在15分鐘到20分鐘以內就可以完成一次破關 對 沒錯 就是可以在15分鐘到20分鐘以內破關 超快就可以破關一次的遊戲 但是呢 又會讓人想要一破再破 至於雙人模式遊戲之下嘛 要花多少時間應該取決於自己跟對手的差異 當然 兩個人進行遊戲的節奏也會影響遊戲時數的長短 不過一場啦 大概在5到10分鐘以內可以結束 應該也算是簡單俐落就可以結束的一款遊戲 至於在講魔球系統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聊 躲避球這項球類運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過 躲避球似乎像是小學時期的球類運動代名詞 大家在體育課想要玩的 不外乎就是躲避球這項運動 如果年紀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啊 可能還依稀記得 那一年消耗在躲避球上的紅筆有多少 當年在電視頻道上或在漫畫書上呢 鬥球二彈品一直都是我們心目中的偶像 把我跟手指插進火焰的符號呢 更是每位同學心中的夢想 雖然二十幾年過去了 我的手指頭依然沒有插進躲避球過 更不用說是烙印在地上的火焰標記 台銘的火焰球呢 就像是國小的畢業紀念冊 永遠的躺在角落的那個籌屁 偶爾看到或想到 嘴角呢 還是會揚起一些天真的效應 不過隨著國小的畢業啦 躲避球這項運動呢 我們就像是被灌了夢婆湯一樣 在記憶中幾乎蕩然無存 手上的那顆球呢 也隨著我們進入發育期的狀態 從躲避球變成了籃球的出現啊 如果跟我一樣 曾經幻想過可以丟出火焰球的朋友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原來不是只有我浪費過紅筆的墨水 好啦 再回過頭來聊聊魔球系統 熱血高效躲避球的魔球系統呢 我覺得在當時的遊戲來說 流暢性整個給人超棒的感覺 不管是快速的魔球 那種速度感 還是慢速的魔球 那種打擊搭配音效的產生 彷彿有一種自己都被球打到的那種痛覺出現 而且遊戲中的魔球啊 還不只簡單的一兩種 雖然有一些魔球呢 感覺好像是有一點廢的存在 不過有好有壞啦 才有一種選擇的趣味存在 小時候呢 在玩這款遊戲 都還會幫這些魔球取一些暱稱 像是太陽球 子彈球 大小球 閃彈球 波浪球 慢速球 我們用這些暱稱來稱呼他們 就算對角色不認識呢 我們也會直接用魔球的名稱來叫他們 像我呢 在單人的闖關模式之下 最喜歡的三個內場角色 就是國雄 嘿嘿 只認識國雄的名字 再來呢 還有大小球跟下墜球 這兩個角色 那後面那兩個人物呢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名稱 所以呢 就直接用魔球來稱呼他們 整個魔球系統又被分為跑步 衝刺 跟跳躍 投出的兩種種類 跑步 衝刺的魔球呢 依照我們小時候的記憶 都是算他場內的距離 大概從底線往前跑到三分之二的距離之後呢 發出來的球 大概就會是衝刺魔球 當然這部分啊 我在之前開箱國雄軍合輯這片遊戲的時候 也有玩家跟我分享到 他是使用算步數的方式在擊出魔球 我覺得這個跟習慣一起走的話啦 應該都是會有不錯的結果才是 嘿 投出魔球應該是不會到太難 另外呢 跳躍的魔球 大概只要短短的一兩步 跳到最高點之後擊出 就會有機會擊出魔球來攻擊對手 那在魔球的部分呢 我覺得要快速過關啦 使用一些貫穿系的魔球會比較好用一點 像是國雄的衝刺魔球啊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貫穿系魔球 而且他還可以使用上下來控制魔球的攻擊方向 還有我剛才所講的下墜球角色呢 如果他用衝刺魔球 就會變成有貫穿性的上勾球魔球啦 這兩種魔球呢 都可以一次擊倒多個角色 而且球的弱點 通常會回到我們球隊的場外角色手中 不過話雖這樣說 當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跳躍擊出的魔球 而且我更喜歡往反方向跑 在轉頭投出魔球的瞬間喔 真的非常的開心 那種魅力大概就是跟頭飛鏢中紅星的感覺一樣 讓人想要一再挑戰 而且大小球的這一個跳躍式魔球 還可以把對方打到環遊世界好幾圈 整個爽度加上爆笑的程度 更是無法簡單的言喻 講到這邊不得不再提一下 這套熱血高效躲避球呢 在當年也是熱血系列第一款球類遊戲 而且也是第一次採用1比1的Q版人物登場 也奠定了往後的熱血系列呢 全部都變成這樣子的造型出現 在當初的年代呢 我想玩過熱血系列的玩家應該是不在少數才對 基本上只要擁有紅白機這台主機的玩家啦 大部分應該真的都接觸過熱血的系列 其實長大後呢 除了這些在心中被淡出的遊戲以外 偶爾閒暇想玩玩遊戲打吧時間呢 也變成特別喜歡可以短時間結束一場的遊戲類型 像是馬力歐賽車 七彈大作戰 傳說對決 這種類型的遊戲呢 他們對我來說 是沒有劇情模式的 他們對我來說呢 就是可以十幾二十分鐘快速解決的一場遊戲 這款熱血高效躲避球呢 對我來講也是屬於這種類型的遊戲好選擇 雖然已經找不到同學來跟我玩對戰模式 不過時間允許之下啦 我會讓自己再破關一次 體驗一下在不同地形擠出魔球的快感 體驗一下用更短的時間來破關 時間如果是更短的狀況之下呢 我會選擇多人混戰模式 雖然在這個模式沒有團隊只有自我 但是一場用的時間更短 大概只要兩三分鐘就可以快速解決一場 整體的遊戲節奏更加的快速 搶求的重要性大概就是像螢幕化到要掌握籃板球 就可以掌握比賽的那種感覺一樣 很多人說到我很少把遊戲破關 其實我倒覺得是成長之後 面對遊戲態度的改變 而這次熱血高效躲避球的破關順數呢 已經數不清是第幾次的破關了 雖然遊戲的內容沒有改變 但是隨著年紀的成長 對於破關的心得呢 倒是不斷的改變 躲避球這項運動呢 只是要留在心中的一種感動 講到這邊還是老話一句 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因為若干年後呢 就算碰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面對他的心情也會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跟我一樣是想要回味一下這款遊戲的玩家 取得的方式大概有下列幾種 第一種呢 是擁有Switch的玩家 然後呢 又有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務 直接可以透過下載懷舊遊戲呢 在裡面就可以取得熱血高效躲避球這款遊戲 第一種方式呢 就是可以入手國父軍這款遊戲的紀念合集 除了可以在任天堂的Switch平台上面可以找到 在PS4的平台上呢 也是找得到的 相信只要是喜歡他的朋友啦 應該都還是有機會可以透過他找到回憶的味道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